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春有你三學練生劉俊 然後今天我有一個小任務 就是我要看自己的主題曲直拍 然後上面有很多青春製作人們給我發的彈幕 所以我現在就來看一看我的直拍 然後看一看有什麼彈幕吧 那我要按播放了 V-Rock 這有點感動是怎麼回事 突然看回自己的這個直拍 俊俊是怎麼做到讓衣服也一起跳舞的 可能因為我發力太猛了 好像大部分都是說教科書 然後教科書模板什麼的 我的俊俊你的鞋帶要開啦 我的鞋帶要開了嗎 我自己沒有發覺 我當時內心在跳的時候心想 不管這一次我一定要拼了 因為我們是拍完那個主題曲的那個MV 然後所有人在一塊拍這個直拍 當時已經早上五點多六點了 然後就心想 最後一遍了 管他了 拼了 哇 所有的力量都放出來了 WELCOME TO MY WORLD 因為其實我在練這個主題曲的時候 我大概知道自己的能力上限在哪 其實我在每天練的時候 可能到第一段副歌結束 其實會稍微的感覺到有一點累 但是當時在跳這個直拍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有點神奇 就是我到那邊了 然後我還不累 就是有一股力量在支撐著我往下跳 所以當時就覺得很奇妙 這真的是靠意志力堅持下去的吧 我感覺 我喜歡這個 劉俊的動作很清晰乾脆 該用力該放鬆都控制得很好 其實我每一次拿到一個舞台的作品 一個舞蹈的時候 其實就都會想 它的重點該突出的地方在哪 然後什麼地方其實是該放鬆的 就跟說話一樣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去處理 就是什麼地方 它該有輕重環節 但是就 這一些就是 大家 還有觀眾都能看出來就覺得 嗯 不錯 抬起頭 勇往 勇敢往前衝吧 可以 我當時心想 最後這個ending 結尾的時候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表情 千萬不能喘 千萬不能喘 嗯 一臉平靜 現在看 好像還挺成功 不然的話我們跳完結束之後 然後就一直在喘的話就會 顯得自己不是那麼的 強大 天下舞蹈為俊不破是什麼意思 就這個聽上去是很帥的 但是 就是我 遇到每一個舞蹈其實都會用自己的方式去把它消化 然後變成屬於自己的東西 所以 可能大家看了會有這樣的感受吧 但是我喜歡這一句 挺帥的 令人發直的身段 行難犯十足啊 就很少會在 我的身上聽到這樣的評價欸 因為一般上可能大家就會覺得說 哇跳得很棒 然後或者說可能會覺得說 嗯 跳得很標準 或者說可愛 但是很少會有人說 身段行難翻 十足 看來有進步了我 就開始拖展自己的各個方面了已經 讓人有更多不一樣的感受 我覺得這個衣服也一起跳舞的可能會 印象比較深刻 因為其實我以前很多舞蹈視頻還是什麼可能很多人會說 欸我在跳舞的時候我的頭髮絲也在跳舞 然後這次就說我的衣服也在跳舞 我就覺得 嗯 印象挺深刻的 因為它不是有這個抖肩的東西 它應該是在抖肩那邊我剛剛看到 就是那個衣服往後了然後再回來 而且是因為我的肩膀往後開了再回來 所以那個衣服也跟著開了再回來 這還印象挺深刻的這個 其實整體在彈幕上面我覺得對我很多都是一種 肯定和認可 對 就是讓我覺得欣慰的 因為其實當時在 跳這個主題曲的時候就心想 就是 《青春有你3》的主題曲 我一定要把它 跳好了 就是 對我來參加這個節目很有意義 只有這一次的機會 如果說我這一個 直拍這一個主題曲沒有表現好了 那我可能 在最重要的那個環節就是沒有做好吧 但是我覺得主題曲可能對我們每一個練習生來說 都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 就可能會覺得說沒表現好了 或者是說沒有站上舞台的話可能 就會覺得 是不是有了一些遺憾的那種感覺 最重要最重要的那個主題任務 然後得到了大家的認可 耶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拜拜